这个是今天抢通的进度 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 土石摊坊崩落阿里山青年活动 周星外道路被迫中断 大概十公尺左右 然后后面还有一大块 大鱼不停落下 土石变成泥黄衣片阻断道路 使得抢通进度严重落后 大片土石不停滚落下来 山坡面正快被削半 惨不忍睹 活动周星11名员工还有 4名旅客受困长达6天 上一次这么严重 已经是12年前八八风灾 第一次遇到 那以前的话是 我有听过八八风灾 也是有闹过一次 盐水跟山堤滑坡这样 没有办法外出 也是等待救援的一个情况 整个中心的一个 伙食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是快要不够了 就全体员工都是在外面 摘一些野菜过来吃 这会山上将近一个星期 眼看粮食不够了 但填饱肚子要紧 只好先把野菜来吃 在抢通这条道路 是到10号才开始动工 动工的进度是非常慢的 又加上山区下雨的一个关系 我们也希望就是 积蓄的进度能够快一点 利命挖土机持续开挖 但山间好大雨不间断 一天只能挖10公尺 要赶在假期之前抢轰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就叫我国马家鱼 家鱼报道 明天有 OM 马家大雨 广 mostly 陈在马家鱼 闻 比不깸 我要 稍微 stupid dagegen